HELLO 大家好,我是健身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的是九本的播放展 那在分享之前先跟大家講一下 昨天下午的時候 播衝突有更新了一下 那不外乎就是更新這一次的 完聖節活動 那除了一顆寶石的加速法術之外呢 還有更新骷髏還有女巫 還有氣球還有炸彈人的訓練費用 還有時間 然後就更新這個活動之外呢 這個是重點活動 那另外一個就是把秒兵的BUG給改掉了 那不過改掉之後 聽說又衍生出一個另外一種類似秒兵的BUG 反正就是用一些寶石 然後就換取很大量的黑水部隊 那我覺得這個也會改掉啦 反正不過我覺得比那個秒兵還好一點 因為這次要花的是寶石 不過只要花幾顆一兩三顆 就可以秒存大量的部隊 然後藉由捲兵來去反玩資源 就像我去賺黑水 我覺得 嗯... 反正就是遊戲的漏洞啦 就看大家如何去使用 那我覺得能夠發明這些 應該說能夠找出這些BUG也很厲害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用什麼方法去找出來的 反正就超強 那...使用方法我也不會告訴大家 反正就有人貼在LINE 好像是凱特跟我講的吧 OK 那...我們... 先給大家看一下去年的... 魔法國 這是去年的萬聖節活動 然後長出來是魔法國 那今年的呢 我們部落已經有人先長出來了 是... 3-3 3-3的話呢 他那時候有... 貼圖給我們看一下 這裡 長這樣 恐怖南瓜 那他還會... 他還會張開嘴巴 你看到 超酷的 這是... 今年的 我覺得今年還蠻好看的喔 可愛的南瓜 OK 那以上大概就是這次更新的東西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波羅戰吧 那波羅戰的話 我們這次打比較多人 一樣是40人的 每兩個禮拜打一次 那這次來打的有... 一些... 其他波羅過來的 大概五六個這樣子 那這次的話 比數是111... 欸星星數是111比上111喔 是持平 但是波羅戰度我們是贏了一點點 那...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打到115顆星台 不過我們波羅戰有一些沒有打 所以比較可惜 那這次有點... 簡勝這樣 那我就來分享幾個九本的 先看一下蟻人的 蟻人的打法... 還蠻特別的 是... 狗... 是狗球 那來看一下他帶菲傭寶寶 那還有帶八個... 狗球 那我們先暫停一下 看一下他的... 對方的陣型好了 對方的... 部落城堡在中間 然後四個防空分別是在這裡 用狗球的話就要注意防空啦 然後女王 女王在防空旁邊 所以這個陣型是可以用... 欸...女王在兩個防空旁邊 所以這個陣型是可以用 試狗球去打的 不過就要看從哪邊打進去啦 那蟻人他的打法其實很特別 因為以往... 嗯... 打... 試狗球的打法都是兩顆石頭 然後三條狗帶條條打進去 那蟻人他是... 只有帶八個球 帶來三條飛龍寶寶 有一條已經放出來了在右邊 那... 除此之外呢 他的援軍... 是咬藍胖 是咬藍胖喔 很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他這個打法在上一次波戰有試過 不過那次他從另外一邊打 沒有三星比較可惜 好 看到石頭從右下角放出來 王也放出來 之後再放女王 三蛋炸開之後 援軍放出來 那這時候會先碰到對方的男王 然後下一關跳跳 對方援軍出來之後下雙毒藥 OK 再下一個黃暴 去處理掉對方的王 那有下一罐補蟹啦 其實我覺得這罐補蟹 可能是想要去補藍胖 增加藍胖的存活度 畢竟藍胖 攻擊力超高的 大家都知道 那我覺得這還蠻關鍵的 你看到他這隻藍胖呢 這兩隻吧 有打這個 有彈到這個防空喔 所以他防空爆超快的 我覺得這也是這個打法 可以打贏這個 打贏這個正三星的一大關鍵 因為他 疑人的狗 數量帶只有八個 而且他的狂暴只有留兩個加速 給自己的 自己的 黑球 所以整個打得很吃緊 那算是一種還蠻特別的 還有一種打法 還蠻花俏的這樣 女王壓個技能 女王也沒有死掉 30級女王就是不一樣 OK 時間非常充足 而三星 這是分享蟻人的 這隻主要是分享空軍 那第二個看的是我的 OK 那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是 我之前的閃電狗 閃電純狗球 那我有打對方的12號 不過比較可惜是 可能我還不太熟練 所以 就算我有把對方的 女王防空還有援軍一次電掉 那 很放的方式還是不太對 所以 還是沒有三星 有點可惜 那之後第二次呢 我是打對方的19號 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次我是用比較 以前的打法 就是我比較熟練的打法 那是用雙十 然後三條狗 是跳跳流 然後打進去 那對方這個陣型 黑蛤他防禦 有深 那防空也是有深的 那雙方等級比較低 那重點就是 他的連弩呢 是有對空的 這個比較麻煩 我們試過 球要打連弩對空 其實不太好打 那對方連弩對空 不過想說 影響應該不會到太大啦 不過其實 打起來之後才發現 影響真的超大 那對方陣型 有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他防空非常外置 所以屍狗球其實蠻好打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都是從女王的地方打進去 因為如果沒有從女王的地方打進去的話 女王如果沒有處理掉 基本上就輸掉了 因為女王打兩下 球就爆掉 只要兩下 七級應該要三下啦 那大概十五級左右 就兩下就夠了 好 先下一顆石頭 在右下角 另外一顆在六點的地方 那正下方的防空是一定爆 那我這邊 這邊我犯了一點缺點 我跳跳下太快 那女王沒有走進去 那我石頭就這樣進去 所以會爆超級快 所以這是一個 嗯 一點缺點吧 石頭放太快了 不過還好還是有清掉對方的女王 然後右邊的防空也是有順利爆掉 所以還蠻慶幸的 然後對方援軍出來 我下一關三級毒藥 去處理掉對方的援軍 反正我女王只要有技能 就已經處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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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都處理掉了兩座電塔 好 看吧 他剩下兩個防空 一個在九點 一個在十二點 那我想說從十二點的地方打 好 放一罐加速 加速一下黑球打防空的速度 要不然我第一隻狗已經快爆掉了 好 那我還有一隻狗 那這個防空 剛放黑球就可以直接走過來打 所以這個防空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我才會想說先從十二點的地方打 就這個陣型用吃狗球打的時候OK 但是比較麻煩就是他的連弩 因為狗爆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他連弩呢 一直騷擾我的黑球 雖然說 連弩是還好啦 比較重要還是法師塔 然後 就有一點驚險的三星 最後時間好像是剩下二十秒左右 然後就三星了 OK 那今天就分享兩部狗球的給大家看 那剩下的話再慢慢分享 因為我們想說昨天更新會把肌肉洗掉 結果發現沒有耶 OK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也說明天還在下方提供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violet 油